好了 这是老师今天 为大家准备的Clelum讲义 就是老师自己编写的一个Clelum讲义 这个讲义非常详细 会告诉大家 如何去使用Clelum 如果去使用无头浏览器 以及有界面的浏览器 包括Clelum的元素定位 元素定位 包括它元素定位的方法 以及Clelum去控制浏览器一些方法 控制浏览器一些简单的方法 像前进页面 后退页面 进入到F1 Fram框架 就是Fram嵌套的一个verb 那么老师 首先 先想问同学每个问题 了解过Clelum的 给老师扣个1 好吧 咱们在座的同学了解过Clelum的 给老师扣个1 没有了解的呢 给老师扣个2 好吧 好的 很多同学可能没了解过 没关系 老师接着来讲解 Clelum 什么是Clelum 自动化好 可以解决大部分爬虫 爬虫问题是吧 对啊 因为Clelum 其实它是一个web 自动化测试工具 但是呢 在爬虫当中啊 咱们有的GS 不能解析 解析比较难的话 咱们可以用过Clelum 自动 获取GS数据啊 所以说呢 在爬虫当中 它是非常适用的一个 第三方模块 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 去自动的获取浏览器数据啊 对 特别实用 那么首先呢 介绍大家 什么是Clelum 老师刚刚说了啊 是一个web自动化测试工具 但是呢 它在咱们的爬虫当中 特别实用 所以 咱们就会用到这个第三方模块 Clelum 是吧 它呢 可以直接运行在浏览器上 包括一些主流的浏览器 它都支持啊 像Clelum 火湖 IE浏览器 它都支持 是吧 它呢 可以让浏览器自动加载页面 获取需要的数据 这些数据呢 包括HTML 制作串 包括CSS 包括JS 还有甚至一些图片数据 它都能够获取到 你获取到数据之后 可以进行一种页面截屏 那什么是页面截屏啊 页面截屏呢 咱们可以百度一下 百度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百度快照啊 你点击进去 百度快照呢 它就是以一个图片的形式呈现的 所以说啊 咱们可以把获取到的数据 获取到的数据啊 进行一种页面截屏 好吧 那么使用Clelum之前呢 老师先想向大家补及一个知识 就是 Fantam GS 以及Chrome Driver 这呢 是两个浏览器插件 不同的是啊 咱们Fantam GS 它是无界面的浏览器 需要用谷歌驱动的是吧 对 咱们的Clelum 去驱动浏览器 需要装一个 插件啊 需要装一个插件 下面都会有介绍到下载地址 包括本堂客怎么去安装这些插件 以及插件的安装包 咱们可以 加上啊 打卡截图 加上咱们 末月老师的QQR 可以找末月老师来获取 没有是吧 没有可以加上 左上角末月老师QQ 对应的我把它的QQ号码发一下吧 这个是末月老师QQ 大家可以通过打卡截图 加上末月老师就可以获取到啊 咱们今天这节课 所需要用到的插件 安装 以及安装教程啊 好的 Fantam GX是一个无界面浏览器 那么什么是无界面浏览器呢 无界面浏览器啊 就是咱们可以通过代码 咱们可以通过代码 去控制浏览器 控制浏览器呢 无界面浏览器 它是不显示的 它会在咱们计算机内部进行操作 但是啊 它没有界面的显示 这个呢 有一个好处 就可以 你不用看到界面是如何运行的 但是呢 需要你要求的代码比较准 比较准确 你代码准确了 咱们可以 不用看GX啊 不用看咱们的浏览器 是如何运行的 啊 这是Fantam GX 下面对应的是 它的下载地址啊 同学们 在课后啊 同样的可以获取到 本堂课的讲义 咱们去下载 用一下 那么Chrome Driver呢 它呢 是一个有界面的浏览器 有界面的浏览器 就是说啊 咱们通过程序 去驱动浏览器的时候 它是一个 界面呈现的 可以方便你们看到 它的浏览器 是怎么一步一步的 进行操作的 好 这个呢 就是Chrome Driver 有界面的浏览器 好 说到这里呢 对于 无头浏览器 无界面浏览器 以及有界面浏览器 没问题 理解 没问题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一 好吧 下面呢 咱们就会对 两组浏览器 分别操作 分别操作 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下面呢 咱们用代码 来操作浏览器 怎么去操作 首先 咱们需要导入 咱们今天要用到的 第三方模块 Import Selenium 这个模块啊 是需要安装的第三方模块 你怎么安装呢 通过PIP Install 然后 然后 Cellenium 就可以安装这个第三方模块了啊 写好后的脚本 打包成EXE 发送给别人 别人没有安装 Web Driver 该怎么办 你 别人如果没有安装Web Driver的话呢 你可以加到左上角 墨叶老师的QQ啊 你找墨叶老师 墨叶老师那边呢 有咱们的安装的详细教程啊 在课后呢 会发导同学们 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好 下面 咱们导入了这个模块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要用到这个模块啊 那么怎么去用呢 首先 咱们第一步 第一步 需要创建一个浏览器对象 怎么去创建呢 可以通过 这个导包 这是整体导入啊 咱们可以通过这样 这样的方式进行导入 from Celerium import web driver 前面一个呢 是咱们把它整体导入 咱们 不需要用到那么多模块啊 所以 直接进导入这个web driver 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那么创建浏览器呢 需要通过web driver web driver.room 通过这个方法 咱们就可以直接创建一个浏览器对象 同样的啊 我们用一个参数来接触它一下 用一个driver 这个参数来接触它一下 通过这一行代码 咱们就创建了浏览器对象 在VPS上 转个风筝検是刷票 刷票是吧 可以啊 这位同学 然后呢 你创建之后啊 就需要用到 咱们刚刚讲的 无界面浏览器 以及有界面浏览器 那么首先啊 老师来先用一下 无界面浏览器 通过 driver 点什么 点fantan 解释 没有吗 咱们复制一下啊 fantan.js execute path 没错啊 咱们使用fantan.js呢 需要指定它的fantan.js的一个路径啊 前面的chrome呢 是有界面浏览器 老师先 给大家 这是web driver啊 web driver 同样的用一个driver 同样的用一个driver来接收它一下 第二个呢 是咱们的无界面浏览器 同样的你使用个无界面浏览器 你需要指定它的插件的位置啊 老师在课前呢 复制了一下这个插件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你需要通过什么啊 你需要通过execute path 指定它的无界面浏览器 这个插件在哪里 它才能够使用到这个插件啊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路径 好了 咱们使用了啊 指定它以无界面浏览器的方式运行 运行什么呢 咱们让它来请求一下百度 请求百度啊 通过driver 点get方法 就可以请求到啊 请求到什么 百度 冒号双斜杠 3w.百度 点cum 是不是啊 咱们通过右击点击运行 咱们点这里允许访问啊 是不是这个地方 它直接给你报了一个 warning是吧 user warning 这个警告 这个警告啊 是告诉你 咱们的Celerium 这个第三方模块啊 更新之后 对于 Fenton GS 这个插件 它不再更新了 所以呢 它给你报了一个警告 它说啊 你可以用啊 用groom 或者火车的 火车的插件 或者火车的插件啊 这个 这个Fenton GS 这个无头游览器 这个插件 在Celerium 在Celerium第三方模块 它不再更新了 所以呢 它建议你用什么 用其他的第三方插件 但是啊 但是咱们作为一个 做爬送的老司机啊 你应该了解 Fenton GS 因为啊 在前些年 没有出 没有出 有界面浏览器的时候 咱们一直用的是 Fenton GS 无界面浏览器 也就是说 无头浏览器 来操作 控制浏览器的运行啊 所以说 咱们要做一定的了解 好了 咱们先 不使用 无头浏览器 咱们用什么呢 用这个 groom groom啊 它是一个 有界面浏览器 对应的 你在 右肌点击运行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在咱们的 左上角啊 左上角 它弹出一个对话框 是不是 它就给我们自动 请求了百度的首页啊 groom 也可以设置无界面的 是不是 是的啊 是的 可以 咱们是不是就通过 这个几行大马呀 在 咱们只 一行 两行 三行 咱们通过三行代码 是不是就可以 直接请求到 百度的数据 而且呢 是一个自动请求 chrome要指定插件的位置吗 我不指定 会报错 这个问题啊 同学们 你可以 把咱们的chrome插件位置 加载到 系统环境变量中 就可以了 好了 在这里呢 会显示 chrome 正在受到 自动测试软件的控制 是不是 咱们通过 Celerium 就可以 自动的去 驱动浏览器啊 哎 所以说 这个就是Celerium的 强大之处啊 对 因为你的web driver 没有放在系统变量 你可以配置一下 系统环境变量啊 配置一下 那么好呢 这个是咱们的 有界面浏览器 咱们先关闭一下 咱们开始讲到啊 在讲义中 哎 讲义中 他介绍 可以让浏览器 自动加载页面 获取数据 甚至什么啊 页面截屏 那咱们 通过驱动浏览器 主要有哪些操作呢 哎 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 你平常使用浏览器 最常用的两个操作是什么呀 下拉 还有呢 点击 还有呢 点击还有什么 咱们啊 咱们平常啊 大部分使用浏览器 最常用的两个操作 咱们又击啊 看一下 百度 咱们是不是最常用的两个操作 一个是点击 咱们点击鼠标 左键 是点击 啊 点击 还有一个呢 就是输入 这个是不是咱们使用浏览器 最常用的两个操作啊 点击 以及输入 所以说啊 咱们 接下来就是讲 如何去控制浏览器 实现 点击 以及输入的方法 这个写一下注释 这个是请求页面 第二步啊 第二步 请求页面 这个请求页面的地址啊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应的写啊 第三个呢 是什么啊 是点击 以及输入 就是页面的基本操作嘛 是吧 基本操作是什么啊 点击 以及输入 好了 下面咱们以 啊 以百度 这个首页 实行啊 输入 以及点击 百度一下啊 咱们来试一下 那么呢 咱们点击 如何去确定 这个点击的位置呢 输入 如何去确定 输入的位置呢 对应的 咱们就要获取啊 咱们右键点击检查 是不是 咱们要获取 标签的节点啊 哎 你对应的 在输入框中 你右键点击检查 这个是不是 input标签 对应的就是它的输入框 所以呢 咱们需要选择 获取 它标签的节点 然后对应的 在标签节点上 对应的实现 输入 以及 点击操作 啊 那么 那么怎么获取标签节点呢 老师先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 因为 获取标签节点 咱们在 下面 在课堂后面 后面的内容 有一个 专门去讲解 获取元素定位的方法 咱们先在前面 简单的使用一下 怎么使用呢 通过driver 啊 driver是咱们在前面 指定的一个 参数啊 通过driver 点 find element by什么呢 by id 啊 by id 咱们先 不解释 这个是by id 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后面会讲 by id 可以发现 对应的 在浏览器中 它的input的 这个标签 对应的有一个id值啊 id值等于 kw啊 咱们先简单的使用 咱们不讲解 find element by id 是什么意思 可后会讲解啊 不要急 不要急 这个呢 是kw 啊 获取到 标签的节点 啊 获取到标签节点之后 咱们是不是 要输入啊 输入啊 就是通过点 send key 这个方法 可以实现 咱们的文本输入 输入什么呢 好 咱们来输入一个美女吧 好 咱们输入美女 咱们来看一下 输入美女之后呢 咱们是不是 对应的要点击百度一下 咱们先输入美女啊 好 美女输入进去之后 是不是 要通过点击百度一下啊 对应的 你也可以右击点击检查 查看这个标签的内容 啊 标签的特殊的一种结构 这里有一个id是吧 啊 咱们同样的 去根据它的标签id值 来获取这个百度一下 这个标签 实现点击啊 下面一步实现点击 这一步呢 是实现输入 下面一步 同样的通过 driver 点 find element by id 然后呢 指定它的id值 它的id值是什么 su吧 对吧 id值 su 啊 获取到它的 标签之后呢 通过点 click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可以帮助我们 自动的实现点击 啊 自动的实现点击啊 咱们右击 点击运行来 看一下 啊 看一下浏览器 能够自动的帮我们 执行操作吗 是不是啊 这个啊 同样显示chrome正在受到自动检测软件的控制 同样的 咱们输入 美女 然后点击百度一下 是不是自动的帮我们执行浏览器操作了呀 啊 是吧 啊 这里find element by id 没错啊 send keys 这是实现输入 是吧 然后呢 我用浏览器常用的两个操作是打开网页和这种些老司机啊 啊 同样的啊 咱们实现了咱们简简单单的一种驱动浏览器通过selenium驱动 好了 前面一步呢 是咱们页面的基本操作 可以通过send keys实现输入 通过click实现点击 好了 前面老师讲到了 讲到什么啊 页面截屏是吧 好 下面一步 老师来实现怎么去页面截屏 让他生成一个图片 啊 生成一个图片 怎么生成啊 你呢 可以通过driver 同样的通过driver啊 driver 点 点什么方法呢 点save save screenshot 同样的 在空行内指定文件名称 百度 png啊 他们指定成png格式啊 咱们右肌 来运行一下 png 好 运行完了之后呢 在咱们的文件导航栏中啊 有一个百度点png 是不是 它就有一个页面截图 但是呢 这个页面截图啊 为什么没有数据啊 因为啊 咱们浏览器 在点击百度一下的时候 是不是渲染渲染数据需要一个过程啊 但是呢 对 没有等待加载完 也就是说 咱们渲染浏览器 浏览器 浏览器也需要一个响应的过程啊 啊 咱们这里呢 加个延时是吧 可以通过啊 time time 点slip方法 咱们加一个延时啊 延迟两秒 好 在这里呢 咱们导入一下time模块 是不是 好 这里延时 咱们又去再点击运行 好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是不是有数据了 所以说啊 咱们要等页面加载完成之后 实现页面截图 啊 才可以把这个截屏 咱们保存在一个图片当中啊 好 咱们先把这个注视一下 咱们这个 功能实际上不重要 但是呢 是一个小小的功能 好 页面截屏之后呢 咱们去 请求 请求页面输具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要看到 看到什么啊 咱们可以看到 哎 怎么去获取 页面渲染之后的数据啊 因为呢 咱们的Clanium 驱动浏览器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需要 获取它页面渲染之后的数据啊 开始 老师刚刚讲了呢 Clanium会自动的帮我们获取 包括CSS 包括JS 包括HTML 制付串 它都能够自动的帮我们获取 那么怎么才能够查看 这些渲染之后的数据呢 通过什么方法 这个是啊 下面一步 咱们获取 渲染之后的数据 通过什么方法呢 同样的 通过Driver 点 Page Source 这个方法啊 可以帮助我们 获取渲染之后的数据 好 咱们来打印它一下 对 获取渲染之后的一些 数据圆码 圆码不一定啊 圆码不一定 因为咱们浏览器 需要通过CSS 以及JS的加载 它会帮我们 获取全部的数据 但是呢 你通常如果说 页面是动态页面的话 你在查看网页原代码中 有的 静态页面能够获取到数据 但是呢 动态页面的话 你查看网页原代码 是获取不到数据的啊 那咱们这个Cellarium 是咱们 帮助我们获取渲染之后的数据 而不是 获取它 原码的数据啊 渲染之后的全部数据 这么说能够听懂吧 好 咱们右击 点击运行 来查看一下 好了 页面加载完毕了 在咱们的控制台中 已经打印了啊 打印了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有 渲染完之后的数据 渲染完之后的数据 只是呢 这些数据是html的支付串 很多啊 很多 很多同学啊 会问老师 什么呢 是渲染完之后的数据啊 对应的呢 就是啊 通过咱们右击点击检查 是不是啊 你右击点击检查 在element中的数据呢 是这个页面全部的数据 也就是说啊 获取element 下方的所有数据啊 所有数据 而不是呢 获取网页原代码的数据啊 还有啊 获取数据的方法 不只是 不仅仅只有 获取渲染之后的数据 还有什么呢 还可以查看 请求页面后的cookie值 怎么去查看呢 同样的通过driver 点 点什么方法呢 get get cookies 这个方法啊 就可以帮助我们查看 获取网页后 它的cookie值啊 咱们来打印了看一下 右击点击运行 好 好 页面加载完之后呢 在最后一行 它对应的 帮我们打出了cookie的值啊 有很多 后面 这个是 最后一行 就是咱们打印的cookie值啊 cookie值 那么还有什么呢 打印cookie值之外 还可以查看 当前的URL路径 怎么查看呢 同样的通过driver 点什么方法呀 current URL 这个方法呢 可以帮助我们 查看 当前的 页面的路径 咱们 同样通过右击 点击运行 来看一下 等到它加载完之后呢 咱们关掉 是不是 咱们 截个屏 截前面这一段 好吧 截屏之后呢 咱们来对比一下 对比啊 是不是 咱们就可以获取到 咱们要 看到的URL路径啊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 同样的 pire空域 通过current URL 这个方法 去查看 当前的URL路径 写下注释吧 这个呢 是查看 当前的URL路径 上面一个呢 是 获取页面 cookie值 第一个呢 是获取 页面 渲染之后的数据 这个呢 是 查看 如何去查看数据 查看数据 好 这段课呢 讲到这里 这是一个阶段啊 这个 十多行代码啊 没有问题的同学 先给老师扣个1 有问题的同学 咱们在公屏上 可以直接提出来 好吧 没有问题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1 好 OK OK好 没有问题 咱们来跟着讲义 接着往下讲 好 虽然用的基本使用呢 已经讲完了 包括发送请求 页面截屏 查看数据 讲完了 这里还有啊 怎么去关闭浏览器 打印报错GPK 这是一个编码错误啊 编码错误 很容易解决啊 咱们后面呢 还有关闭浏览器 怎么关闭呢 通过Driver 点什么 先close吧 通过Driver点close 咱们关闭页面 这个啊 是 关闭页面 咱们右击点击运行 来看一下啊 咱们会不会自动的 帮我们关闭这个页面 是不是啊 通过 Driver点close 会帮我们自动的 关闭页面 这是一个啊 下面一个呢 同样的可以通过Driver 点什么啊 点困执方法 这个呢 是帮助我们 关闭浏览器 帮助我们 关闭浏览器 关闭浏览器啊 这个要区分清楚啊 关闭浏览器 以及关闭页面 是什么意思 对应的 如果你页面非常多的话 对应的 这个操作 就是关闭页面 那么呢 右上角 这个叉叉 就是关闭浏览器 这么说 能够听懂啊 能够听懂 好 下面一步呢 咱们就跟着讲义 接着往下讲 咱们要通过 第三个呢 PartyL-link-text 这个呢 也是根据标签报告的文本 获取元素 但是呢 它是一个模糊定位 模糊定位 这里要区别一下 最后一个呢 是通过 Find Elements by TagName 这个呀 是直接 根据标签的名字 获取元素列表 获取元素列表 标签名字啊 像标签的 DIV A标签 LI标签 UL标签 HTML标签 直接通过标签名 去获取元素列表 下面呢 咱们以 步办首页 这个 网址为例子啊 咱们来去 练习一下 通过 这些方法 去定位元素啊 定位元素 咱们 新建一个 文件夹 Celerium 02 02吧 首先啊 同样的 咱们需要导入模块 导入啊 From Celerium Import 什么 Webdriver吧 导入模块之后呢 下面要对模块进行 使用 怎么使用呢 第一步是不是同样的 创建浏览器啊 通过什么方法呢 通过Webdriver 点Chrome 这个方法是 创建有界面的浏览器啊 注意啊 同样的 通过driver 来接触它一下 这个 咱们 这个 咱们老师就先 不写注释了啊 因为前面的 一份文件 有注释啊 如何去创建浏览器对象 请求页面啊 前面的这些 注释 老师就不惜了 节约时间啊 节约时间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不是发送请求了 通过 driver 点get的方法 去发送请求 对应的 把咱们的 豆瓣的URL 传递进去 啊 这个呢 是前面两步 接着呢 好 这是老师 备课的 案例啊 老师先把它复制下来 好 下面呢 通过这123456789 啊 9个案例 咱们来一步一步的 使用 前面老师所讲的方法 去一步一步的定位标签 啊 定位标签 获取标签的元素啊 首先呢 通过标签的ID值 获取标签啊 首先啊 咱们先进入豆瓣 不是这个啊 这是 进入豆瓣 豆瓣的观众首页啊 这个呢 就是豆瓣的首页 咱们要 请求 豆瓣的首页 咱们右击 点击检查 去看它的标签内容啊 那么第一步呢 通过标签的ID值 获取标签 是什么方法呀 获取哪个标签啊 咱们就获取这个标签 DIV标签啊 DIV标签 通过什么方法呢 通过driver 点 find elements by ID 通过它的ID值 定位标签 定位标签 它的ID值是什么呢 好 这里有它的ID值 咱们把ID值 复制 Ctrl V Ctrl C 好 复制下来 同样的 通过一个方法来 一个变量 来揪揪它一下 就R1T吧 Result Result缩写啊 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案例 好 对应的呢 这个呢 是获取的一个标签对象 获取的一个标签对象啊 对应的 我们可以来打印 Print R1T1啊 Print的这个 变量 好 咱们右击点击运行 是不是 在控制台中 已经打印了一个标签对象啊 这个标签 它不是显示 直接显示啊 不是直接显示什么呢 不是直接显示 这个DIV标签啊 老师刚刚讲了 它呢 是一个标签对象 它会把它的对象 这间话表示对象 把它的对象打印出来 这是获取标签 第二个呢 是通过标签的ID值 获取多个标签 可以看到啊 FindElementsById 如果说 我想获取多个 它的多个标签 怎么获取啊 获取多个标签 可以通过Java 点 FindElements FindElementsBy什么呢 ById 眼睛间的同学可以发现啊 同样的 我在这里 好 那这两个方法 有什么不同啊 对象可以打印出来 我没对象怎么办 咱们是刚刚讲了 是获取的标签一个对象 对象是可以打印的啊 好 那么这两个方法呢 是不是一个Element 一个Element 是不是Element 后面加了一个S啊 这个呢 加一个S 就可以通过 这个方法 去获取多个标签 获取 多个标签 啊 咱们同样的 要指定他的ID值是吧 指定他的ID值是什么呢 咱们来看一下 同样的啊 同样的我可以也指定他 ID一个页面只有一个 一般 一般是这样的啊 那如果说你碰到 二般的程序员呢 如果说你碰到 二般的程序员 他的页面写的可能不规范啊 这个要根据情况来定 好 咱们通过Element by ID 可以获取多个标签 对应的 咱们来 用机运行 运行完了之后呢 我错 这里啊 这里要打印 打印什么呢 LETR 打印L LETR啊 咱们来运行一下 好运行完之后呢 可以看到 啊 第二个对象是不是 它是以列表的形式存在的 列表里面呢 有多个标签对象 啊 有多个标签对象 但是呢 咱们同样的定位的这个标签 所以说 它在列表中 它的对象只有一个 如果说啊 如果说 你的根据ID 获取的标签 有多少个 那么呢 对应的在它的列表中 就有多少个标签对象啊 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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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 List 列表的形式 啊 给你打印的 我记得 我记得这个应该可以 后台打开 不弹窗的吧 哎 这个什么意思啊 啊 咱们接着往下讲 通过标签的 就不要加s 你需要获取多个标签 哎 你的element就要加s了啊 就要加s了 那么获取标签的哪一个呢 我看一下哪个标签有class啊 这个标签是不是 哎 有一个class啊 是不是这个DIV标签有一个class啊 它的属性值啊 咱们把它的属性值给复制下来 对应的 粘贴到这个里面 同样的 咱们来打印它一下 不认识什么R1T3 好 这个呢 是通过标签的class属性值 去定位标签 对应到 右肌运行 好运行完了之后呢 同样的 它是一个列表的形式啊 因为加了s嘛 element加了s嘛 是吧 它是一个列表的形式 列表里面呢 有多少个对应属性的标签 它就会有多少个标签对象啊 这个能够理解 好了 第四步呢 通过xpass 获取 豆瓣 左上角 豆瓣图片的a标签 通过xpass 获取什么呢 获取这个 右肌点击检查 这个a标签啊 是不是 它 有对应的 xpass 规则啊 那么在代码中呢 如何用xpass 如何用xpass 来获取 咱们的标签呢 同样的 riet4 等于 driver 点 find 什么啊 find element by xpass 啊 通过find element byxpass 对应的 对应的 在库号内 你写xpass 规则 对应的 我们可以在浏览器中 右肌 点击copy copy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copyxpass 啊 这个copyxpass 就是 把它的xpass路径 给复制下来 复制后呢 在代码中进行粘贴 啊 粘贴之后呢 同样的咱们来打印 riet4 咱们右肌 点击运行 好运行完了之后呢 这里啊 这是第四个结果 第四个结果呢 同样的 它也根据xpass 根据xpass 这个语法规则 获取到了咱们的标签啊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呢 通过标签报告的文本 什么文本呢 下载 下载豆瓣APP 这个文本 去获取元素的列表 这是一个精准定位啊 这是通过什么方法呢 是通过driver 点 点 放的什么 通过driver 点 find elements by link text 通过find elements 加个s吧 不加s啊 因为在咱们的页面中 下载豆瓣APP 咱们右肌点检查 是不是下载豆瓣APP 这个文本 在整个页面中 一般只有一个啊 让你下载不可能有多个 接口啊 一般只有一个 所以呢 咱们就通过element 不加s啊 去获取 怎么获取呢 根据文本获取 标签包裹的文本 是不是咱们直接把这个文本 复制 Ctrl V 粘贴 Ctrl C 好 对的 咱们同样的 要把它打印 打印啊 咱们右肌点击 检查 好了 运行完之后呢 这是一二三四五 第五个 哎 可以发现 这个呢 它不是以列表的形式存在的 因为 咱们的element 没有加s 同样的 获取到了一个标签对象 下面呢 咱们就 第六个 根据标签报告的文本 豆瓣 豆瓣这个文本 前面呢 是下载豆瓣APP这个文本 下面呢 是豆瓣这个文本 可以发现啊 可以发现 在咱们 下面 通过Ctrl F 咱们来搜索一下豆瓣 好 搜索到的豆瓣呢 这个文本 它对应的啊 在 这里 可以发现 有三十七个文本 三十七个文本啊 对应的在代码中 咱们可以 是不是可以 根据 文本 实现一个模糊定位啊 看是否能够 查询到 三十七个 包含 豆瓣的 标签啊 包含豆瓣的标签 也就是说 通过RET 这是第几个啊 第六个吧 通过Driver 点 FindElement By 什么 By PartierLinkText 这个方法呢 加S吧 因为它有很多个啊 很多个包含豆瓣的文本 对应的在 这个里面就写豆瓣 把文本写进去 诶 好 文本写进去之后啊 对应的我们可以来打印 打印什么呢 咱们可以把RET 这个变量的长度 给打印出来 是吧 看一看 它有多少个包含豆瓣的标签啊 通过REN方法 对应的把RET 第六个传递进去 好 咱们右击点击运行 看一下 好了 运行完之后啊 可以发现 诶 这里获取到多半的文本是25个 啊 25个 诶 与刚刚 咱们看到的 37个 是不是有差距啊 诶 但是呢 咱们的代码没问题啊 代码没问题 因为什么啊 因为可能啊 咱们豆瓣这个文本 它不是 包括在标签下的 懂我的意思吧 好 咱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看一下啊 因为有的文本 它并不是 包裹在标签下的文本 所以呢 它是不提取的 是不是这个 这个多半这个文本 是不是就没有包裹在标签下啊 所以说它会 把这个文本给忽略掉 对应的在咱们代码中呢 获取到的文本有25个啊 咱们代码没问题啊 没问题 好 下面呢 是咱们通过 是吧 直接通过标签名 获取元素列表 怎么直接通过标签名去获取元素列表呢 啊 啊 啊 直接通过什么标签 看一下 好 咱们右击点击检查 咱们就直接看一下啊 看一下咱们整个 页面中有多少个 就直接DIV吧 看一下咱们页面中有多少个DIV标签啊 直接通过标签名去获取元素列表 那么呢 对的咱们可以打印 打印什么呢 同样的打印啊 通过认用方法打印咱们 R1T7 看一看 它的这个列表长度是多少 对应的就可以取到多少的DIV标签 好 咱们右击点击运行 好 运行完了之后呢 可以看到 在咱们的整个页面中 有287个DIV标签 这个呢 是一个范查询啊 如果说标签 只有一个 那么它就只有一个标签对象 好了 这个呢 就是咱们以 豆瓣首页为例 怎么去 通过Selenium元素定位的下列方法 去获取咱们的标签 对应的啊 对应的可以发现 咱们的很多标签啊 有的有class属性 有的是target的属性 还有呢 对应的标签 它有ID属性 所以说在咱们获取标签的时候啊 咱们要根据标签的情况 去使用 对应的方法 是不是 咱们就可以定位到该标签啊 所以说 这几个方法呢 要根据标签的具体情况 哎 它有class属性值 你就可以通过class方法 className 那个方法去定位到这个标签 它如果有ID这个属性值 你就可以通过find element by ID 去获取到DIV标签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些方法 你要视情况而定啊 视情况而定 好了 下面呢 下面呢 老师来介绍一下CLenium的其他方法 其他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后面是不是没有讲啊 接着往下讲吧 下面呢 咱们获取标签啊 是不是标签 最有价值的内容是什么 是吧 标签里面呢 像这个A标签 有价值的数据是不是 一般 是标签包裹的文本 第二个呢 是标签的属性值 啊 这个标签它有href属性值 对应的href呢 是一个URL入境 好 咱们呢可以通过 是吧 获取标签包裹的文本内容 那么怎么去获取呢 前面啊 前面是获取标签 那获取标签没有用啊 它只是一个标签 标签对象是吧 所以说下面咱们要获取 标签有用的内容 也就是说标签的文本内容 以及获取标签的属性 啊 怎么获取呢 R1T8啦 到了第八个小案例 可以啊 同样的通过Driver 点 点 点 FindElementByTekNan 好 咱们先定位标签啊 定位什么标签呢 H1标签 是吧 好 通过FindElementByTekNan 咱们首先需要 定位什么标签呢 定位 H1标签 好 定位到标签之后啊 咱们是可以通过 R1T8 就是一个标签对象 它对应的呢 在列表当中 好 这个没有列表啊 没有列表呢 它就是一个标签对象 通过标签对象 点 Text的方法 就可以获取到 H1 标签包裹的文本内容 对应的 在咱们的 浏览器中 我可以看一下 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 H1 H1这个标签 包裹的文本内容 是不是 够办啊 咱们来 在程序中 通过Print的方法 咱们来打印一下 看一看 通过这个标签对象 点Text的方法 能否获取到标签包裹的文本内容 咱们右击点击运行 好了 运行完之后 是不是 直接给你打印了 豆瓣 这个文本啊 好 这就是咱们 通过标签 获取文本内容 使用标签对象 点Text的方法 获取标签包裹的文本内容 好 下面一步 获取什么呢 获取标签包裹的文本内容 首先通过标签包裹的文本内容 去获取标签 获取标签之后呢 咱们要获取标签对象的 heref属性值 对应的在咱们的页面中 下载豆瓣APP这个标签 咱们右击点击检查 可以看一下 它呢有一个heref属性 所以说咱们第一步 先获取到这个标签 下载豆瓣APP 获取到A标签 获取到标签对象之后呢 咱们来获取标签的heref属性值 分为两步 那么代码怎么写呢 ret9等于driver 点什么 首先通过 它是要通过下载豆瓣APP 直接都是find elements by什么 bylink text呢 哦这里啊这里 根据文章 文本先定位标签 什么文本呢 下载豆瓣APP 好 定位标签之后呢 通过ret9 这个标签对象 点 点什么啊 就是get attribute get attribute 在括号呢 然后呢 传入它的属性名称 href 通过这个方法呢 咱们就可以获取到 这个标签它的href属性值 啊 咱们右击点击运行来看一下 好 运行完之后呢 咱没有打印是吧 点printer 咱们来把它打印一下 看能不能打印出 它对应的href属性值啊 诶 这个属性 这个UIL入境 是不是就是 这个标签 它对应的属性值啊 咱们来截屏 来对比一下 入记点击检查 检查之后呢 可以发现 下面的href属性值 是不是跟上面的 咱们获取到的属性值 是一模一样的 啊 所以说呢 这就是 获取标签的属性值啊 获取标签的属性值啊 获取标签的属性值 下面呢 啊 讲义啊 sladium的 元素定位的 讲完了 那么下面呢 哎 好 前面的代码啊 前面的代码逻辑啊 没有问题的同学啊 先给老师课问1 好吧 还没有同学在听课啊 还有同学在听课啊 还有同学在听课啊 没有问题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1 有问题的同学呢 咱们当众提出来 没了是吧 好 下面呢 咱们来介绍一下 sladium的其他方法 啊 怎么去介绍他的其他方法呢 老师来想一下 啊 啊 下面同样的要通过案例啊 案例 好了 咱们来新建一个文件 好了 咱们来新建一个文件 对应的啊 你在咱们正常的操作浏览器 啊 咱们正常的操作浏览器 啊 你对应的有的点击啊 啊 它是不是会弹出来一个新窗口啊 弹出来一个新窗口啊 弹出来一个新窗口 或许到了窗口之后呢 根据窗口的锁引值 进行 切换 啊 进行切换 切换 切换到对应的窗口啊 好 咱们来 下面来写一个简单的案例 同样的啊 首先需要导入模块 from selenium import webdriver 好 代码啊 这个注释就不写了啊 同样的 这个呢 是 切换窗口 如何去切换窗口 同样的第一步首先需要 创建一个浏览器对象 通过什么 通过webdriver.groom 去创建一个浏览器对象 创建之后呢 可以通过driver 点什么 点get方法 get什么呢 同样的咱们以咱们的豆瓣为例啊 咱们把它的URL路径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放进去之后呢 是不是通过在咱们的豆瓣 豆瓣呢 这里有一个电影 你点击电影 是不是就会跳转到新的窗口 啊 但是呢 Selenium 如果说你不写代码的话 它点击电影之后 它也会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但是呢 它定位 还是定位在原先的窗口 也就是定位在这个窗口 所以说呢 老师想通过代码 来定位到它打开之后的窗口 怎么去写 怎么去写啊 首先呢 咱们需要通过一个点击事件是吧 咱们来点击电影啊 点击电影这个标签 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呢 是不是可以通过click的方法 click是不是点击方法 好 那咱们呢 直接copy它的xpath路径啊 根据xpath 来定位到这个标签 然后实现点击 通过driver 点 find element by xpath 对应的 把xpath的规则写进去 好 这个呢 是定位标签 定位到标签之后呢 咱们通过点 click的方法 是不是通过click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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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啊 咱们来运行看一下 看一下结果啊 诶 这里爆错了 他说啊 list object 还是no attribute click 好 可以发现这是个什么错误呢 这是个加s 与不加s的错误啊 因为加s是获取多个标签 但是呢 咱们这里是不是只有电影 这一个标签 咱们通过xpath copy xpath的语法 只有一个标签 所以说 他没有一个列表 所以说 他只是一个标签对象 通过标签呢 点click的方法 咱们再来运行一下 诶 这个啊 这个呢 他是帮助我们点击之后 他会自动的帮我们跳转到豆瓣电影这个案例 那么为什么这个这个网站有点特别啊 因为老师开始备课的时候 发现了开始是并没有跳转的 可能啊 浏览器 这个网站写的是自动跳转啊 自动跳转 那么老师呢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点击电影这个标签之后 他没有跳转到新的网页 那咱们应该怎么办 尬住了啊 有点有点 没没关系没关系 咱们只是介绍这样一个方法 通过什么呢 首先啊 看咱们的讲义 好 首先第一步要获取当前所有的窗口 需要用到什么方法呢 同样的通过driver 点点什么方法 window window handless 这个方法呢 可以获取当前所有的窗口 啊 咱们用一个变量来接收它一下 current吧 r2 r2 ent current window 好 window 我们可以来打印啊 打印什么呢 打印这个current window 来右击运行一下 看一看 看一看 它呢 有多少个窗口 可以看一下 在咱们的控制台中 它 以列表的形式 打印了 两个 两个值啊 对应的就是 两个浏览器窗口 好 咱们确定了窗口之后呢 可以通过什么 在咱们的讲义中 通过switch2 啊 switch2.window 方法 把咱们的窗口的所有值 传递进去 就可以实现 窗口的切换 通过driver 点switch switch2.window 对应的呢 对应的呢 把咱们刚刚 current window 这个变量 根据它的 索引值 它索引是不是 从0开始的 所以说呢 咱们要进入到 A 电影 这个网页中 它的索引值 就是1 因为它是 第二个嘛 啊 它是第二个 对应它的索引值 就是1 把咱们的 索引值1 传递进去 好 咱们右击点击运行 诶 没拖好啊 没拖好 重新来运行一下 右击点击运行 可以看到 它同样的 跳转到了 新的窗口 啊 这只是一个方法 下面 还有什么方法呢 通过switch方法 实现页面的 前进与后退 如果说啊 咱们点击 通过咱们的豆瓣 点击什么呢 点击这个 它是不是没有 打开新的窗口啊 没有打开新的窗口呢 如果说你想回退 到上一个窗口 是不是通过 这个按钮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回退到 上一个窗口啊 啊 那对应的在咱们的代码中 该怎么写呢 对应的在咱们的代码中 啊 咱们新建一个吧 新建一个文件夹啊 新建一个p2文件 46600顺 建好之后呢 同样的啊 是把前面的代码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呢 咱们先 实现页面的跳转 啊 怎么实现页面跳转呢 是不是 咱们刚刚点击这个图片的时候 实现了 也实现了页面的跳转 但是啊 它没有打开新的窗口 啊 点击一下 哎 跳转到这个页面 好 咱们可以通过前进 以及后退的方式 啊 去实现 回退 以及前进的操作啊 通过什么方法呢 咱们是不是首先 啊 咱们右击点击检查 先定位到这个标签啊 啊 定位 通过什么定位呢 老师同样的通过 Xpass定位 Driver 点 FindElement By什么 ByXpass 哎 点 FindElement ByXpass 啊 同样的只有一个啊 只有一个 所以老师不用复数了 把Xpass路径 啊 好 同样的呢 定位到标签之后 同样的点click方法 好 好 点击之后呢 是不是咱们要实现页面的回退啊 后退到上一个页面 通过什么方法呢 通过Driver 点 点 back 这个方法就可以实现页面的后退啊 咱们右击来运行看一下结果 注意看啊 注意看啊 注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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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实现了前进与后退啊 这是后退啊 后退啊 后退 后退完了之后呢 哎 前进是通过什么方法啊 通过Driver 点 forward 这个方法可以实现页面的前进啊 你后退了之后 哎 咱们右前进啊 咱们右击点击运行来看一下 好 首先呢 点击 好 后退 好 右前进 是不是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Clanium 去操作页面的前进与后退啊 前进与后退啊 这个页面的前进与后退 好 没有问题吧 同学们 没问题的同学啊 给老师刷了鲜花吧 没问题 同学给老师刷了鲜花啊 来鼓励鼓励一下老师 只有两个同学还在听课吗 好了 前进后退 没问题啊 下面呢 哎 Switch2进入圈套网页 因为啊 咱们有的网页 怎么呢 它呢 涉及到网页的倾套 它的网页通过iFrame 重新倾套了一个网页 对应的啊 有一个案例 同样的在咱们的豆瓣 右击点击检查 这里呢 这里呢 有一个 iFrame 啊 iFrame 这个呢 就是一个倾套网页的标签 啊 倾套网页的标签 那么呢 通过 简单的CLEVELUM的方法 你是 无法直接进入到 倾套网页的标签啊 对呢 这个呢就是一个登录 那咱们登录呢 登录呢 登录这个区域啊 这一块 这一块 是不是 它就把它放到一个 iFrame啊 放到这个iFrame 这个 哎 可能看不清楚啊 放到iFrame 这个倾套网页当中了 所以说啊 咱们要通过CLEVELUM 如何进入倾套网页 好 咱们下面这个案例呢 使用CLEVELUM 进入倾套网页 实现呢 自动登录啊 实现自动登录 好 这个 之前的啊 之前的 一些密码 以及账号 那么首先呢 好 自动登录啊 通过switch2.frame 方法 进入到倾套网页之中 咱们来 重新写一个文件 CLEVELUM05了吧 好了 前面的代码 老师同样的吧 前面啊 这一行这前面代码 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呢 粘贴 好 对应的啊 咱们要根据咱们的 咱们要根据咱们的 这是之前打 通过switch2.frame打开的 自动化的网页 好 咱们进入到 豆瓣之后 因为前面的 因为前面道 涉及到那些 获取验证码啊 比较麻烦 那咱们 那咱们 直接进入到这个 签套网页之后 使用 密码登录 密码登录 密码登录呢 涉及到 什么 send case 输入 输入什么呢 输入账号 密码 以及click 点击 多半登录 这是咱们的 思路啊 思路 首先呢 咱们需要通过 driver 点switch s switch什么呢 switch to friend 通过这个方法 咱们要进入到 签套网页 进入到 也就是咱们登录的 这个签套网页当中 啊 是不是 这里有个frame iframe 所以说 首先第一步 咱们要进入到 这个签套网页当中 那么怎么进入呢 通过switch to frame 这个方法进入 那么呢 它呢 签套网页同样的 它有它的锁影值 它的锁影是从0开始的 所以说 咱们把它的锁影值 写进去 写进去之后呢 咱们就进入到 签套网页当中了 好 进入到签套网页之后 之后 是不是 咱们使用密码登录 是不是同样的 要 获取密码登录这个标签 然后 点击一下这个标签 进入到这个页面 进入到这个页面 好 咱们先 点击密码登录 怎么点击呢 通过 通过Driver 点 先找到这个标签 是吧 点什么呢 find element by xpass 不要这个s 不要这个s 好 对 咱们把 xpass 右击点击检查 咱们把密码登录 copy一下它的xpass路径 好 copy之后呢 咱们粘贴到这里 好 获取标签之后 咱们来通过click方法 进行点击 好 咱们来看一下 能否进入到 嵌到网页当中 能否点击密码登录 咱们来试一下 右键点击运行 看一下看一下 注意看注意看 哎 是不是它就自动的点击到了密码登录啊 是不是下面下面一步咱们就可以啊 输入账号以及密码 然后点击豆瓣登录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 通过thelium 自动登录了呀 好 那下面 咱们呢 代码键 首先呢 咱们要获取啊 获取什么呢 获取这个 通过 获取这个输入框 先 获取这个输入框的标签 啊 先获取这个输入框的标签 然后通过send case方法 实现输入 好 咱们同样的 把它的xpass路径 copy下来 通过driver.find element by xpass 同样的不要s啊 把xpass路径 复制进去 复制进去呢 通过send case 这个方法 实现文本的输入 输入什么呢 啊 老师刚刚 课堂上 课堂之前 准备了账号密码 啊 这是老师的账号 下面呢 咱们是不是要输入密码了 同样的通过右键点击检查 获取这个标签 先通过xpass来获取标签 同样的通过driver.find element by xpass 不要s啊 不要s 把咱们的xpass路径 复制进去 复制进去 是不是通过 点send case 把咱们的密码 给输入进去啊 这个密码 同学们不要记 不要记 好 咱们的账号密码输入之后呢 是不是要点击这个登录多半啊 好 同样的咱们要获取这个标签 好 获取这个标签呢 咱们把xpass路径 同样的复制下来 通过driver 点find element by xpass 同样的不要s啊 好 把咱们的xpass路径复制进去 这个标签 是不是要通过点 click的方法 进行点击啊 点击登录嘛 前面是send key 输入账号 以及密码 后面通过click的方法 进行点击 好 咱们右键点击运行 看一下能否实现自动登录 啊 能否实现自动登录 哎 是不是啊 啊 赫赫达1589的账号 是不是实现了自动登录啊 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 同学们看到没有啊 啊 看到了 咱们实现自动登录这个效果的同学 给老师扣扣一 好吧 啊 老刘 你也看到了是吧 看到了啊 没问题 没有看到咱们来再来运行一遍 好吧 咱们的右键点击运行啊 这里呢 老师啊 这里加一个延迟好吧 好吧 加一个延迟 让它延迟两秒钟 好吧 前面对应的呢 咱们导入time这个模块 好 这里加了延迟可能 啊 更直观一些 好 这里也加个延迟吧 time.slip方法 让它延迟两秒钟 好 咱们右键点击运行 再看一下效果啊 看一下效果 注意看 点击密码登录 输入账号 输入密码 点击豆瓣登录 这个呢 是自动化登录的一个过程 可以看到 Chrome正在受到 自动测试软件的控制啊 正在受到自动软件的控制 同样的呢 登录到了赫赫达1589的账号 是不是啊 这个呢 是咱们通过Celerium 自动登录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主要是教大家 怎么进入 嵌套网页 嵌套网页 好了 下面 还有一个 当你触发某个事件之后 页面出现了弹框提示 处理这个提示 获取提示信息的方法 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但是呢 老师 没有找到对应的案例啊 你同样的 如果说 你点击了页面之后 可以发现 有的页面 这个地方 有的页面 会出现一个弹框 会出现一个弹框 那么怎么处理这个弹框呢 是通过Driver.switchToAlert 这个方法 实现处理弹框 这个方法 就可以处理弹框 好 这个案例呢 老师就先不写了 只是教大家 有这么一个方法 下面呢 是咱们这堂课 一点小节 一点小节